这绝对是近年来最好看的僵尸电影 也是英书之后唯一一部 连电影院排队一天都买不到票的电影 现代法师与千年僵尸的碰撞 真是与邪恶的战斗 绝对精彩连连经历出了 大根一听就不高兴 这么漂亮的女孩怎么能说是鬼呢 大师立刻压下她的头 让她从跨不看 却看到美女蹊跷出去 大根相信自己真的被女鬼迷惑了 但女鬼也是个可怜鬼 她是被一个叫丧掉的道士推下楼摔死的 还把她的骨灰用灵符封住 让她无法朝生 女鬼这才引由大根帮忙 虽然大师同情女鬼 并答应帮她拿回骨灰 但必须先把她收了 把事情查清楚 大师正要收她的时 大根向前挡住了她 然后她外婆出来把她救走了 师傅 高山豹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法科师 功力也不弱 但是为人心术不着 我们行家 全都说她是个败类 没人喜欢跟她打造的 我们就需要去找那个高山豹 我看有人 比我们早一步去找她了 师傅跪教大师一份 被大师拒绝后 他找到了邪术不正的大师丧彪 想挖出太宫的棺材重新埋葬 以保佑家族运气不会衰弯 但丧彪知道 整个香港只有两三个会班这样的大阴宅的人 所以先定个小目标 赚她个五千万 在香港有这种功力的人 只有两三个 五千万 师傅只要把太宫埋葬好 他不愁没钱花 于是丧彪选了一个吉日 当天太阳最善时起棺 众所周知 埋了三十年完好无损的棺材恐怕不对劲 幸运的是新坟墓就在附近 只要日落前路土 即使尸体再怎么厉害 被压在黄土下 也玩不出什么花样 但天有不测风云 丧彪刚起棺 好好的大晴天突然天空雷声大作 然后下了大雨 很不巧的是 再去新坟途中 路上发生了泥石流 古石流 前边路面封闭了 上不了山了 我们有副棺材要下葬啊警官 我也没办法 放你们过去也上不了山 而且很危险的 你们掉头吧 师傅贵不得不命令他的手下 先把棺材停在车里 那玩意要跑出来 放心吧 我一会儿找人用些符 封住这辆货车 再在四周 撒上糯米 保证没事 去哪儿 去吃饭啊 虽然丧彪又贴黄服又撒弄 但尸体已经长达90年了 他一点也不怕这些 丧彪吃饭回来看到车厢里有个大洞 他就知道僵尸复活了 他马上让人给师傅贵打电话 因为僵尸能感觉到亲人的位置 如果让他吸亲人的血 那就不好处理了 但是钢哥打电话的时候 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小弟 已经被僵尸带走享用了 钢哥打完电话 才发现小弟不见了 他找来找去 却发现两具尸体 钢哥顿时感觉不好 赶紧跑进电梯逃命 然而 下一秒 接到电话的富贵 不觉得僵尸有什么可怕的 归根结底 这不是自己的太公吗 怎么便都是亲人 于是他一个人来到车库 想见见太公 太公也不负重 可见太公也是个讲究人 孙子都这么说了 那就留他一命吧 但是富贵回去后出了问题 他发现自己的胳膊被抓伤了 他的两只手都长出了长长的指甲 他的脸色也变得苍白 像个活死人 就在他崩溃的时候 一个女演员来勾搭 想靠实力尚美 富贵立刻搂住了女孩 钢哥死后 手下人把他放进棺材里 开始做法超度 可连棺杆都没盖 尸体就发生了变异 很快钢哥就到处咬人 被咬中的很快 就变成和他一样的僵尸 这是大师赶到 但钢哥已经吸够了人血 桃木剑他都敢咬 不到几个回合 大师就办下这来 但幸运的是 毛扇派的祖师爷们 一直都很厉害 来请神仙附体 为他消灭邪魔 事后大师赶紧用桃柳木 烧掉尸体才能以后患 但源头不是他 一定要找到尸王 另一边大伯妹来找富贵 可不小心看到被吸干的人 但结果很悲惨 大奶妹赶紧逃跑 但也被富贵抓上了 很快就长出了黑色的指甲 他很快就去找到丧彪 可丧彪一眼就看出来 他已经变成反人反尸 你赶快走啊 不早我真的吓了你 人家真的很需要你帮忙嘛 我桃某剑插你 丧彪正想用桃某剑送走大波妹 但他注意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 原来大师答应女鬼后帮他找骨灰 给了大根和小根两个隐身符 让他们去桃柳家找骨灰 桃柳发现了一场 他直接拿出八把镜 开始在房间里寻找 最后他还是没找到了骨灰 还把大波妹带到大师那里 大师看到半人半事的大波妹 赶紧让他泡个糯米澡 随着米奇进入体内 黑石器终于被逼了出来 事件发生后 富贵整天只能躲在办公室里 连灯都不敢开 桃柳很快就意识到不对劲 本人本事 再给我五千万我可以救 不然的话 你很快就变成僵尸